这位美国荣获普利兹奖的这位资深记者 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 在美国这个Newsweek上面有刊载 就是引用了这份调查报告 告诉大家翻成白话文 就是说这个北溪管道被炸 就是美国干的 这个美国派了这个潜水员去埋了炸药 然后由挪威来引爆 这是个跨国合作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海军在北约夏季演习 波罗底海行动22的这个演习的 掩护之下埋设了炸药 事实上过去我们讨论过这一题 大家都推测是美国 因为第一个从消去法来看 炸到之后谁是获益者 这个不会是俄罗斯 不会是德国 这个313好像就答案出来了 第二个深海当中要去炸 这么一个很坚实的北溪管道 困难度很高 那得要有这个技术含量 要有这个人才 所以怎么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好像就是美国对不对 那这个很惊人 是因为这位记者呢 说实话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背景 他是美国的这个普利兹奖的得主 过去呢他的大作震惊全美的 包括他揭露了美军 在50多年前屠杀越南平民而闻名 那另外呢他还报道过 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当中 美军的虐求事件 有没有发现这个美国人 应该是美国政府非常讨厌的一位记者 他总是站在记者的对立面 这好像是我们中天做的事吧 是不是就是如此啊 当然啦这个政府有做的好的地方 大声在美 那政府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也应该要这个依法揭露 好我们仔细再来看一下这个记者的背景 先认识这个记者之后呢 我们再来判断 他写的到底可不可信 以及美方政府跟挪威政府的一些说法 来导播给我一下啊 那个记者的一个素材 对啊 那这位记者呢 我们看到他在美国曾经获奖无数 那他今年年事其实已经蛮高 已经86岁了 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 那从过去我们看到 从这个手写的没有电话的 到现在网站 那他可以说是经历过所有这个新闻史上 天翻地覆的一些这个载体上的一些转变 但他仍然在做记者应该做的事 来好了没有导播 早就丢出来了 好那我们稍后再来看 当然了在这个公布之后呢 被他点名的部门立刻有水回应 我们看到五角大厦发言人说 美国跟北市的爆炸无关 中情局说 这位报导的报导是错的 然后挪威外交部也说 这些说法是错的 我们在讨论更多细节之前 我先让介大使来讲一下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 在当时我们讨论这题的时候 我们还找出了地图 让这个介大使上来讲 当时各位来宾的这个评论 揣测 介大使也认为是美国干的 对不对 那到现在为止你觉得呢 介大使你怎么看待 你会比较相信谁 比较相信美国政府 还是比较相信这位美国记者 我相信这美国记者 他的这个整个的 他这个事实部分 陈述很专业 一般人掰不太出来 对 然后他这个步骤也很合理 而且他这个整个引爆的方式 他也把挪威的飞机也讲出来 他不会随便讲 时间点也很吻合 时间也很吻合 他有时间有地点有方式 有合作的国家 甚至包括你看看 是什么样的人员 然后投下什么样的炸药 都有细节 他是用遥控把它引爆 而且他是先派那个 深水的潜水员下去 把那个炸弹 把它埋定以后 因为这个管子 这个管子因为他在水底下 有水压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管子 外面是有混凝土包的 很厚的钢管以外 他这个管子是这样 里面是这个气管 外面还用这个混凝土包一层 再一个钢管 再一个混凝土 为什么他不是说怕被炸 而是说他那个要抗压的能力 很低很高 因为他这个有的时候 在水底下最深的时候 有接近将近快100公尺 对所以他是要水压就很大 所以应该是非常坚固的 这种管线 而且使用的粘线也非常长 他最外面是用这个混凝土的话 也基本上也不会被海水给锈食 你如果是钢管的话 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要浅到底下 然后能够找到这个管线的话 那个不是说一般国家 没有所谓的专业的 这种破坏能力的 或者作战能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专业团队的话 是做不出来的 那我们用消去法 我们第一个说动机法 第二个能力法的话 可能也只剩下一两个国家了 对那美国真的是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讲到是用深水潜水员 是美国海军的 所以完全是国家的 这种人员专业人员 跟国家的专业技术跟器材配合 才能够做得到 因为这个不是跑到 在一般的我到城市 我到一栋大楼 我装一个炸弹我就跑了 那个是要到深海底下去 然后要装准 那你想想看 你如果说到深海底下的话 我们今天跑到一个空旷地方 我们要找一个管子 搞不好还不好找了 那么深的海水你怎么找 这个都是要有很高 就是说要有高精密度 高科技的器材辅助才行的 那请问哪个国家有 所以这个深水潜水员 这个方式他先下去 用这个炸弹把它固定在 那个管线上 然后他用这个飞机投下 深纳服要去把它引爆 这个是绝对可以把它炸掉的 前面有人在猜是说 比如说用这个深水炸弹 或者说是这种水下的水雷去打 看起来都没有这个方法来的万无一死 对一个是他的炸法 另外一个我之前本来 如果他不是告诉我这个的话 我心里就会有个疑问 因为你要动用这些到水下等等 你说什么空中监视 卫星等等还是会被发现 所以会有些迹象 所以他是利用一个演习 利用这个演习的掩护 这个时候你知道吗 这个演习因为各国 它是个各国的联合演习 演习各式各样的武器 所以有人在那边什么潜水弄什么 这些炸药等等 好像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对不对 就合理解释了当初的一些做法 那边本来就是美国的地盘 那他平常的话要搞一个军舰 在那边活动的话 其他国家都会看到 所以他就干脆是一个 波罗里海行动的军事计划 那舰艇就停在那边 这种下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也不需要一天 你大概差不多几个小时 很精准的 这个专业人才下去就把它装上去 装上去就走了 那这个地方三个国家在这边 一个丹麦嘛 一个挪威嘛 还有一个就是德国 不可能德国自己干的 对啊 自己下自己干嘛 看自己 那丹麦跟德国的关系 是比较接近的 它两个是邻邦 比较接近 那挪威比较远一点 那么所以呢 我想美国会找谁合作的话 找挪威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这个行动这样子 这个整个的他发现的事实 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 那另外一方这位老先生 这个 Simmer Hirsch 他事实上他当时发现 那个在越战的时候 那个叫 Malay Massacre 美来村屠杀事件 这个是非常大的新闻 这个新闻 是终结美国在越战 很重要一个原因 因为当地的美军 大概一个连的进去 进一个村子 他们那个时候连长决定说 这个村子通通是越攻 全部杀 所以呢问题就变成说 你杀的时候 青壮人口杀的话 他可能是越攻 那老弱父母干嘛一起杀 特别是还有一些少女儿童 对不对 对 那他有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 就是一个女孩子 全身衣服都被烧光了 大概差不多才十来岁 非常惊恐的 从那个村里逃出来 后来这个女孩子 前几年的时候 他已经长大了 在美国 他还出来 出来 出来 谈他当时那个事件 他已经在美国 因为美国把他接到美国 所以这件事件 美国人大概一定年纪的 对这个事件都非常的清楚 记忆游行 大家记得最清楚了 我记得那时候 不是在Times 还是Newsweek上面 它的封面就是那张照片 震惊世人 震惊世人 也让当时的民意 整个大反转 对 所以美国就打不下去了 那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美国政府是 当然是第一时间 他就否认了 因为他是用匿名的消息 他没有第一手的证据 因为这个证据很难去取得 除非是美国参与这个行动的 某一个真人 他良心发现 他出来说 我自首 我跟 我就是那个潜水员 我就是那个潜水员 我跟大家告白 也不是告白 这是什么 忏悔 忏悔 用这种情况 那就是人赃俱获 不过这种要抓到 人赃俱获很难 很难 那不像那个 Malay Massacre的时候 美来村屠杀事件的时候 他是记者直接捕捉到那个现场 然后照了很多照片 然后后来这个美军 这个执行的暴行的美军 有相当多后来都被 处于军事审判 可是后来人家觉得 那个陈楚的那个行动 是太低了 那不过这件事情 也是全世界 对美国这个 所谓的这个世界警察 在一个重新认识的经典 海黄鲍鱼干杯 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